老花一美子一达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臭宝说五月份买的纸疼 你看现在我还用了几个粒的缓是肥 现在呢就是缺乏营养 还有像纸疼的话 我那一颗小的也是刚长出来的时候很好 它后来长得长就不行了 这缺乏营养 所以说那臭宝 纸疼相对来说呢是洗肥的 因为它老是爬疼 老是长老是长得比较凶 下面的叶子撸掉 用上肥料给足光照 好吧 如果说你真的喜欢纸疼的话 我建议你关注一个叫阿曼紫藤 也是我的好朋友啊 你们可以关注一下 它是专门经营紫藤 春天的时候大量出货 你一年世纪可以买得到 但是现在你能够看出 看到的状态几乎没有 因为紫藤只在春天开花 好吧 帮我朋友还打了一波广告 下一个肉贝说 这个绣球怎么回事啊 该怎么办呢 得过红蜘蛛 这个是绣球吗 我怎么看的不像绣球啊 你这个是个圆锥羞球 还是个什么羞球 等过红蜘蛛没事 你只要红蜘蛛好了 它还会再长 适当地用一些肥料 正常养护即可 花友 好吧 你红蜘蛛已经没有了 它只是说这要护移症 你知道什么叫护移症吗 你 就相当于这个 说的那个老话 叫一年被蛇咬 十年怕挺身 对 它现在就是有点反应不过来 用点肥料正常养就好 下个做宝说 我看好几个都大卷了 它不会死吧 才买了三叠 橡皮树吗 水大呀 你给花友们说一下 就是你养盆顶啊 或者养绿植 一个盆里边放好几种花 你像你现在这个就放了三种花 一个油花吊蓝 再加上一个鸟桃绝 这俩东西呢 本身是在盆子里面 它是根系的生长 需要氧气的 而且你这个橡皮树也需要 你用的盆它又很闷 它总体来说就会闷根 那你换个人说 老干一我在上面这两个草不闷 它肯定不闷 它把上面的氧吸完了 下边没有氧 下边又上不去 那么橡皮树就嗝了 对吧 那叫珊瑚香豆必有一伤 是吧 现在就那种感觉了 你养花 不论任何时候 对于花盆的理解 就像人穿鞋子一样 明白了吧 一定要排水透气 一定要透气 别的没啥 要不把那两个一拔 正儿八经的 好好养松松土 空空水 是吧 像这包说 我快养死两盆了 每次都是半个月还不错 你像你看到 这个花有的这个草啊 叫俗尾草 八格蛋俗尔草 还有一个东西叫天竹葵 你像这种身上带毛毛的 你不用看 他百分之百怕热 为啥呢 你说我大舅子 天天穿个毛衣 你说他大些天都不怕热吗 他肯定怕热 对 毛绒都这种 那我怕热怎么办 我跟你说我大舅子猴经 他天天趴到大树底下凉快 对呀 你可以放到凉快点的地方 通风好一点的地方 他让我对着空调吹 我大舅子也是 他天天穿着毛衣 他让他拖得不拖 他天天对着空调吹 后来得通风头疼啊 天灘 天天快嗝屁了 对着空调直吹 桌底下就行 给我大舅子学学啊 下个桌板 越来越腻儿 不知道咋办 这个啥呀 啥呀 我天 先空水啊 干了再浇 不干不浇 你像现在这个季节 很多的话都可以放到室外 但是呢 天气很热 夏季高温的时候呢 大家放到树荫底下 就是放到树底下 中午的阳光别给晒 通风要好一点 90%的植物 都可以现在这种洋户 好吧 你家里边 你一个是热 一个是闷 你发现蔫 你就嘎嘎一个劲的浇水 或许是热的蔫呢 对吧 就跟我大舅子一样 都中暑了 人都在那儿 快塌塌了 你说 给他点水喝就行 他不跟我说 大舅子 给我喝热水 我大舅子说 谢谢你一个小可爱 我感谢你八门之中 明白吗 哎 可能是热的 夏季高温说 老万一你给我看看 幸福树咋的了 叶子都快掉光了 缺肥了 缺肥了宝贝 知道吗 你比如说以前是吧 你很有钱 小学的时候 好家伙你有两块钱 随便给你八个小朋友 后来说 那块业 小朋友都不跟我玩了呢 我说你还有钱吗 没有了 对 现在就这样 哎 那句话叫什么来着 就是有一个什么什么 就是你很高端的时候 就是一旁的那个追随者很多 到黄辉的时候 没有什么忠实的信徒之类的那个话 你看没文化真可怕 你俩真的是 反正就是你营养充分的时候 自然而然会开支善业 当你没有营养的时候 它自然就会脱落 植物也是这样 好吧 哎 好 句话不错 记得点个赞 我老花一 也花了这张一 下期再见 拜拜